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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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 senate Thi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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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記住收看 《My Radio》逢星期四晚,9時半 有我,侯翠山和台長主持的節目 《今早有酒》 《今早有酒》 侯翠山,梁錦祥 逢星期四晚,9時半 希望見到 先等,轉到我見到 我可以出來,出雲 出雲,收到 你現在才會吃幾百雜 不會,不會 香港人,理想人生新一頁 還願意移民顧問,光倒你 台灣移民一條路 由專業顧問,為你量身訂造 由申請資格評估 安排投資項目,遞交投審書 及領取居留證 全程陪同,令你安心更放心 國旗真正在 rewick 買定樓,去英國 宏如海外物業中心為你呈現 英國萬設斯特 保頓市中心投資自住計劃 首期只需港幣19萬元起 年租金回報5%起 6月19、20、26和27日舉行四場講座 展銷會期內成功扣置單位 還可以享受免費申請BNO不加一簽證 還等快點打6214438找宋山報名 2019年我們Maridio台長梁錦祥的著作 癲狗編輯室文集 《香港之死》反映空前熱烈 已經搶購一空 今年再接再例 台長梁錦祥會在今年推出一本 全新的癲狗編輯室文集 《香港攬炒之食》 現在已有現貨在普羅發售 大家可以親臨普羅或經網上商店購買 每本特價港幣130元 為免向遇,欲購重促 由 scenic war 第一次集合 雖然也有超級貨令 這條電影 十六方面的uis ln앟 不需要選話題,不需要想題目 題目逼我們 題目就是要篩選,有些是不夠時間講 但我想今天大家其中一件事都會做 大家看看報紙檔都沒人過賣 我不是說一定賣,大家起碼有個好奇心 今天蘋果賣成怎樣呢?因為昨晚印了五十萬份 但今天最重要的新聞反而我個人覺得不是蘋果這件事 一位中國國安部副部長傳說 他已經投奔了美國 待會我們覺得值得花時間去講講這個題目 因為後面那個影響,如果是真的話影響很大 當然還有其他事情,例如元朗721的案件 白衣人的案件審了,有幾個人就判了罪 我們要講講這個事情 但首先要賣廣告,賣廣告是甚麼呢? 就是這本書其實賣的很少 但現在是促銷的,促銷是由棄飛 《特集安全區》,《特集安全區》,《繁買香港攬炒之城》 這本書贈送《特集安全區》戲票一張 你想想這條數計,其實這本書是免費的 如果你當買票看的話 簡單講講這個《特集安全區》是甚麼 其實都是我們《周遊時事》裏面適合的題目 涉及到九十年代,南斯拉夫當他解體之後 發生波斯尼亞和塞爾維亞之間的種族糾紛 包括有其他種族糾紛 但是最殘酷就是這兩個種族 在這個蔡爾維亞裏面的 在波斯尼亞裏面的蔡爾維亞人 據說殘殺了很多的平民 這是在其中一個事件裏面抽出來 其中最嚴重的事件是甚麼呢? 當年聯合國宣佈了某個地 這個施布內利利策 這個城市就是聯合國的維和部隊進駐的區域 但是結果那些難民進去之後 竟然被這個蔡爾維亞的民兵 就帶走了,然後就殘殺 甚至有強姦 話名是這個維和部隊的人 原來就是站在旁邊 看不到,聽不到,甚麼都不知道 這件事我覺得大家看現在這套戲 就叫做《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 所以大家可以想一想 就算不去買這本書 都至少日常支持一下 好了,我們今天講這個話題 我相信大家都有很大的感受 這個原因很簡單 就是因為應該在昨天早上 早上七點鐘的時候 大批的警員就走進去 這個張恩澳的《蘋果日報》總部裏面 那就是拘捕了幾位的高層 其中一位就不在《蘋果日報》拘捕的 應該是陳佩銘,應該是副社長 就應該爆門進去 在家裡 在家裡爆門進去 我覺得就沒有這樣的需要 甚至《如約區報》都沒有問題 為什麼要爆門呢 覺得裡面有一些違禁品 有些宣傳單章 有些很重要的線索 你真的非爆門不可進去呢 另外羅偉光也是 至於張健鴻就是一位 這裡也不怕說 很久以前是一位舊同事 但是合作的 大家同一個報館的時間都不是太長 但是日後就只問其名 不見其人 但是想不到今天竟然就 就是看著他 被警察就 就是上了孖葉 我自己對這個感受是很深的 因為大家做這一行 你說我們有些什麼 江洋大盜、恐攻極惡 就是要在鏡頭面前 要下孖葉去做 我最奇怪的一件事就是 為什麼會有李桂華警司 高級警司去大隊 不是蔡展鵬呢 蔡展鵬就好像現在休息 停職 但是就算停職也好 你應該有個國安處的處長 這麼大的個案子 但是說這些是多餘的 最重要的就是 在那個拘捕之後 跟著發生了什麼事情呢 今天最新的消息就是 明天張健鴻和羅偉光 應該就是上庭了 控告的罪名就是勾結這個勢力 大家看看那個具體的證據 或者指控是怎樣 明天先 但是另外一件事就是 今天大家去做的事情 我相信在網上 你有沒有朋友 特地今天要拍張照片 告訴你 他買了《平革日報》 也有的 也有嗎 我就很多了 我就一直不停洗牌 那不是的 其實有幾個好幾個論據 因為我也收到朋友的PM 他說你要表態這件事 因為你要告訴那個政府 就是香港市民還是要堅持聽到 這些反對的聲音 就是無論你同不同意 《平革日報》那個報道也好 就是有這些東西 有這些東西的時候 就證明了一樣東西 就是那個言論自由還在響到 這個項目我同意 但是問題就是 大家知道 尤其是譬如說 我們這個台 或者是我們以前有的政治組織 都不多不少受過《平革日報》的抹黑 譬如說你那天你是本土派的 基本上你都不用 以前你都不用自意見到 在報章裡面見到 有很多是基本上不是事實的東西 就暴露出來 就算這些不是我們切新的 譬如當年 這個 Crystal Crystal Chan 就是她 這個 在香港 她那個 就這個 本土的問題 就是香港 香港人那個問題 她發聲的時候 蘋果日報對她 那個 拍些照 或者對她自己私生活的那個 那個抹黑 陳考文 陳考文 這件事我想大家 在那個年代 大家都是相當之清楚的 所以 你算起數的時候 你就自不然 大家就覺得很不奮起 尤其是譬如說 黎智英 她在劉世良的網台說 就是這個 黃毓民 搞港獨 很明顯 這是一個 誹謗 抹黑 不講那個 之前 選舉的時候的問題 但我坦白說 到今時今日 我們不會再去 將這些問題 變成一個 討論的 題目 原因很簡單 因為最重要 現在不是蘋果日報 本身的問題 是其他網台 其他的網媒 跟著會怎樣 所以我一直提倡 那個看法就是 現在 你看這件事 不是純粹蘋果日報 本身被人掩蓋 然後蘋果日報 蓋完之後怎樣 是不是 或者在這個七一之前 跟著譬如香港 那個互聯網 香港所有這些 現在 雖然不是叫多人看 但是 零零星星的這些 反對的聲音 還可不可以存在呢 存在之下 能夠做到些什麼 這些才是 反而是 那個核心問題 所以你說 就這個 買不買蘋果 這個問題去表態呢 我和張先生 都沒有買 我其實想買 就買不到 其實蘋果初期我買的 都買了好幾年的 但是後來就 越來越賤 我就不買 但是問題就是說 這次想買 並不是說支持蘋果 到今天 就是現在 近十幾年 我真的 我是不會支持蘋果的 但是問題 是 不支持蘋果 不是說 政見 什麼問題 是他 整個報格 是一個賤字 但是問題就是 我有權 我用市場的力量 我讀者的力量 我扮買 我不看他 我有這個權 但是 現在牽涉到一個言論自由的問題 現在並不是說 我去支持蘋果的報 我現在是支持一個言論自由 假設蘋果 這次大步 攬過 我一樣 不會買 一樣會罵他賤 但是 賤還賤都好 我這次 是反對 這個政府 動用國安法 用一個這樣的方法 去拘捕蘋果日報的高層 甚至幾乎是封報 就算現在不是 可能遲些也是 基本上 我們都是 我和張先生 我和張先生的內場很一致 你說我想買蘋果日報 我今天也想買蘋果日報 但是我買蘋果日報 不是我支持蘋果日報 是說 我是抗議政府去做 動用一個這樣的方法 去企圖去封這張報紙 因為我現在不能上街遊行 我唯有 我用了十元 來表態 就是告訴政府 我是反對這件事情 是 好了 去到這裏 那接著有些什麼效逐呢 如果你說 最嚴重的一件事 就是 現在你買蘋果日報 都可能糟糕 今天最 我想大家都知道一個新聞 就是應該是天水維 是 一間小學 有些老師就 有些老師托他買 你買了蘋果日報 賣了回來 就 不用教了 不用教了 這個問題 就 真是很值得去講講 大家在前兩下 可能如果有看新聞 或者我自己的專欄 有寫 就是德遜學校的校長 就 突然間停了職 他不是辭職的 他是因為不能履行這個校長的職務 暫時就要 停止了他那個 在校長的職位 然後沒有講 但是今天就應該是被廉署控告 還應該同一個補習社 就這個洩露試題的問題 就被檢控 當然去到這裡 你就如果很信 官方的這些報道 那個校長不是因為那個 就是他之前 反對過補教宗 或者他帶頭 把補教宗打倒了 或者是他年年都舉辦 這個六四的編讀會 可能是真的這件事而已 不過呢 如果作為一個記者 一個資深的記者 我就會問 廉署這幾年做過什麼大案 就是很大的案 他有沒有 除了打煲胎前 沒有什麼 那煲胎那個也不算 那你那層次最高是他 最高是他 另外就是蔡展鵬那件案 其實廉署都應該想一想 你說他會不會想 我應該說他會 我想他會想怎樣寫的 是啊 想想的意思是說 他去到那間桑拿 如果那些人又知道他 是這麼高級的 那是不是他照 如果是他照的話 就廉署應該看看 就算如果不是 都有這個 就是這樣的 瓜田理下的問題 但是什麼都不搞 就搞個小校校長 所以我如果作為一個記者 我就真的有這個疑問 但是我們說回這個 天水圍那件事就是 我今天對蘋果那個事情 我都講了一個角度 我的角度就是 其實現在不是看那個 蘋果那個問題那麼簡單 就是不是這張報紙存在 香港就怎樣怎樣 也不是這張報紙不存在 香港怎樣怎樣 因為現在整個情況 這個是一個大問題 大清洗來的 它清洗那個範圍 是不止蘋果日報一張 只不過是蘋果日報 是一個試點 就是做了這個 看看其他人 看看香港人的反應是怎樣 OK的 再走一步 沒有人吵 又再走一步 這個做法 而且是很快很急的 甚至可以說 如果說得是 現實一點點的 可能在兩個星期之內 在7月1號之前 因為7月1號是一個大日子 甚至7月是一個大日子 因為7月就是中國共產黨 建立了100周年 在這個日子裏面 是不應該容許有任何在香港 或者其他中國的地方 甚至世界全球的地方 去批評或者反對這個共產黨的聲音 這個是一個主觀的願望 香港做不做到呢 那待會大家可以想一想 但是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現在不是純粹蘋果報 一個問題就是 舉個例子 譬如說 現在學校 你怎麼教 先不要說教 我買一份報紙回去 可能我放在那個後面 我給校長見到 跟著已經炸我形 為什麼帶這份報紙回去 以前有封月版的時候 我想你看過封月版 你猜有沒有老師 帶整份報紙回去學校 買了整份買 但是他中間 回去的時候 抽不抽 我想未必會抽的 肯定不抽 因為我真的做過這個實驗 我做的那個是成大來的 那時候 成大的報紙看的 那他抽不抽那份 那個封月版當然不抽了 你想想 以前有封月版的時候 也沒有那麼嚴重 現在沒有封月版 起碼我見到我的同事 就沒有下去 是啊 那個老師都說 如果我帶問蘋果日報 那些學生 會不會間中 揭開那個封月版 又知道我看那個封月版呢 以前很少有這些秘技 現在就不是見到 蘋果日報的報紙 你可能回來拿東西 我不是說看報紙的問題 而是說 你的聯想會很多 聽說這件事是篤灰的 嗯 即是他買回來被人篤 他說 即是同事 或者 甚至是學生 即這個是我們香港人 那個 惡夢來的 即是好像 大家 只在以前的傳聞裡面 文革出現的情況 我們以前在戲裡面 黃堅偶島才看過 這些 即是我們那時候都笑 即是 這樣還成世界 還有道德 還有倫理 那個老婆 都督過丈夫 那個兒子 就督過爸爸 那個媽媽就督過兒子 喂 現在這些在香港發生的 在學校裡面發生的 那你作為教師你怎麼教 你不害怕啊 喂 以前說做教師 穩穩定你的工作 即是 烏一烏一烏 又一個月了 然後 二十幾三十年 然後退休了 拿回退休 現在不是隨時出事 所以你一計算 現在什麼叫高危職業 記者 即是我們這些 傳媒人 在網台說話的人 教師 醫護 律師 那遲些可能會計師都是 都慘了 因為會計師現在談 即是想做一件事 就是會計師那個牌 不是給會計師公會發 是給這個政府的財匯科發 那遲些可能律師都是 什麼時候輪到律師公會發 即是現在已經開始 律政處的人員 可以自動成為律師 大律師 那以前 資深大律師那些 就很矜貴 那現在 哎 有點錯火箭 那我不熟 我不質疑他 但問題就是 以前做了大律師 其他社會上 資深大律師 即是以前的QC 你叫做 遠用大律師 你以前認得他的名字 是只有那些人 而已 現在資深大律師 是什麼來的呢 所以我一直有一個看法 我說呢 即是如果這個 這個這樣的情況 他繼續下去 即是用我們去講話 他惡化下去 其實最大嚴重的是 那些 就是專業人士 就是很專業的 其實就全部都大嚴重的 因為為什麼呢 你不知道 你那個專業 第一件事 你那個專業的尊嚴存不存在 你看看在中國 一個律師是什麼 一個律師比一個狗都不如 還有工藝銀行業 隨時是為 就是那個被告辯護的時候 去律師都成為被告的 還有你知道那個牌是誰發的 那個牌是政府發的 那現在不是 那將來就搞這些 可能將來醫生的牌 都是政府發的 是吧 即是你看下去 那個趨勢是這樣 那這個是想想講的 就是由《蘋果日報》去講的 就是說 其實記者本身是個專業來的 即是記者本身是個專業的 其實就是 他對自己那個職業的要求 是有一個共同的標準在那裡 即是他不跟你掃家 掃家就可能 說你掃這裏這樣 掃手乾不乾淨 大家沒得過 但是記者或者傳媒這行 其實大家有一個 差不多叫做公認的一個標準 就是你說的一件事 是不是真的 你說的 你去評論一件事 是不是基於一個準確的事實 即這個是一個行業的標準 那如果沒有這個標準 那是什麼呢 另外一件事 譬如律師 律師那個是什麼呢 其實說到現在就很老套 維護公義 是不是 那你有沒有見以前立法會外面那個 就是女神的樣子是怎樣的 一手拿著把稱 一手拿著把劍 但是眼睛是什麼呢 那眼睛是綁著的 那問題呢 就是現在真的綁著了 現在真的綁著了 就真的看不到東西了 但是把稱呢 就傾斜了 OK 等一下我們會講 就是用一個case去論證這件事 那把劍就離了很多 現在隨時就厲害 那你做到譬如醫護 醫護還大鑊 只是一個疫苗 我利益辛苦了 我打了兩針 但是我覺得譬如 譬如疫苗那幫專家 我覺得是 就是沒有說服力 因為你單單有事 譬如你面彈啊 中風啊 死亡的事件 你全部你都是預設它完全沒有關係 那為什麼預設沒有關係 因為如果你一天說 有一個case有關係 那些人就怕就不打的 但是我覺得這個是一個事 就是是一個應該探討的事實來的 你不要因為說你怕人怕打不打 或者怕那個副作用 你告訴大家 就是完全沒有副作用 就是你暗示是完全沒有副作用 是不是 所以你看剛才看 所有的專業 去到現在這個地方 是因為它大清洗本身 而是全面淪亡 而那個重災區首師在哪裏呢 就是教師那裏 就是我最想講的一件事 就是你帶一份報紙回去你出事 那跟著其他教師就問 那我怎麼教下去 你的教材都可以成為你的罪證 而且那樣東西 不是說你 你不買一份蘋果報紙 你不講話就什麼 為什麼呢 我講很多次 那學生和家長可以勒索你的 就是可以勒索你的 他從事撿你一兩句 就是我把你灰 如果你不給我合教 我就把你灰 在外國大學試過這些東西 我不知道中國裏面是否這樣 我不知道 敢不敢做這些東西 但是你開了 現在開始這麼多督灰 你隨時 你的老師 走去對學生 比較嚴厲 那個學生跟他說 你搞我 我搞你 是不是 這個 這些功利是怎麼打下去的 所以我要下一個結論是什麼呢 就是現在 你現在不是說 你炒不撐蘋果的問題 就算你撐了蘋果 你跟著要問這個問題 跟著現在下來 這些教師 醫護 律師 會計師 工程 這些行業 如果他的專業崩潰了之後 是怎樣呢 那我告訴你 就是很快很快很快很大鑊 因為現在你看到 在醫院裏面 很多醫生已經持職業 就開始搞移民 而且他們是搞得最快的 那遲些會理會 在學校裏面 你找到好的老師 好的老師怎麼教下去呢 你的兒子又怎樣 跟著 可能你出街 那些工程那些 那些狀況又非常之惡劣 又貪污又成 就是簡單來說 就是這個情況 他惡化那個程度 會很快很快 就不是純粹你講 現在我買份蘋果日報的問題 那如果是這樣 那有些什麼可以做呢 我講了很多次 就是 港台有事 你講港台 蘋果日報有事 你講 你可不可以用一個整體的角度去講 現在這件事是怎樣的 就不是講 有一舖拆了一舖 你一舖封了蘋果 然後怎樣 就好像今早 曾治豪被炒 港台炒曾治豪 甚至連毫無殺傷利的桂花田 都好像陪一起被炒 那如果有聽節目的 那我想大家 想不到桂花田是講過什麼 有些什麼的 就是曾治豪 你平時說話 可能有些是批評 批評政府 他都是大中華人 真的 不要這樣 但是桂花田呢 桂花田 桂花田是一個司拉 就是何無殺傷利的司拉 為什麼他會陪炒 那你說梁繼章你回去 這個也有講離題 梁繼章是D100 現在D100那邊不做 要退款 立刻回去 那你讓我選什麼 那我當然選網台 大佬 你以為回去不會被人炒嗎 是吧 未必的 梁繼章 可能回去也會被人炒 怎知道 桂花田可以炒 但是今時今日 大家在哪裡想得那麼多 有些就講這一天 可能他也好像你這樣說 就是說 港台那邊始終人工高 一定一定 那他可能 我就預料做三個月 那我賺三個月先 賺完三個月 我便出來又再做回網台 是呀 但是問題就是 你還有沒有人去 喜歡聽你呢 因為其實我們做這行很簡單 就是你等於現在 把我當成熔雪堂講股 是吧 那你 聲勢力揭一下你 敲鑼打鼓 你看到有人進來 你重點一路講 有吸引到人 譬如說 我講過一刻 大家睡了覺的 然後 月尾了 今天十八號 還有誰給你錢 其實老實講 如果你梁繼章 如果真的 有一些叫做 其實你不在港台 不是問題的 那你現在死的地回港台 證明你自己 對自己都沒有信心 就是說 你說的東西 比如說以前那些什麼 以前是不是YES 三個直無的心 那些 那 明家沒有這些 現在沒有 大家現在是講蘋果 講 講 這個肺炎 講這些 所以 譬如說 你曾志豪 就算炒了 那又不需要有什麼特別 那就出來講 是不是 你說的話 是 剛剛聽的 那些觀眾支持你 你可能隨時賺錢 就像蕭先生 我花稀罕你港台那份人工 我隨時 起碼只是廣告 都比你多 那你應該有這種大志 但是 大家要問一個問題就是 7月1日之前怎樣 我這裏不怕做一個推測 就現在譬如那個狀態 平安日報 資金 那那個貨幣其實已經是很 就是已經是在斷 就是其他銀行 那它可能只是收貨幣 但是現在你有幾個樣 第一 印刷廠 印刷機還可以 還可以運送 是 報販還收你 7分便利店 還收你 如果要搞的話 其實它就不一定要封鋪 封你報紙 封你報紙 它可能 以我自己覺得為例 你既然已經做到這麼老套 那不用怕直接去封 現在沒有人隔離 最多是買報紙 美國佬都不敢隔離 現在隔離都是哪個功夫 直接封了 七月之前封了 那你又不想 你又要 我們現在還有兩者 我們現在還有言論自由 它不可以用這個 言論自由作為保護山 那你就跟著 在報販 舍粉 和資金那裏 去著手 那這些受壓力的 它頂不頂得多久呢 那問題就是 其中一個要CIR 你是不是要頂到七一 就是頂到七一 這個是不是一個 一個象徵性的意義 那我覺得是的 即是就算是七一之後 可能 我真的重手了 那但是問題就是 這兩個禮拜 有沒有兩個禮拜 沒有了 即是十一天 十一天到 十三天 算是兩個禮拜 十三天 十三天 你頂到下去的 這個 就給了一個訊息出來 就是 我們會是 這個 以七一作為一個象徵性的日子 儘管可能我們 不能夠 在街上相見 但是起碼 我們就是要頂到 這個七一人 但是七一之後 這樣頂不頂到呢 那我就比較悲觀笑 為什麼呢 你作為蘋果的員工 可能現在 你要說一樣東西就是 這個月你出不出了薪 那出不了薪那怎麼辦呢 那是不是跟著再撐下去呢 把報紙出幾張呢 是不是 出一張紙 已經是 一個 就是成功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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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重要的一步呢 甚至如果 我出不到 我裡面沒有 沒有喊過 就是一個重要的步驟來的 那去到這裏 當然有很多人不同意 有些人甚至嘲笑 不知道自己 但是我覺得就是 就是今時間 嘲笑還嘲笑 人家做了的事 就是 兄弟爬山各自努力 就不需要嘲笑的 就是你可以有你自己的那個做法 你可能現在選擇一件事 你去疑問 你甚至你選擇不出聲 但是就不需要去說 這些人是笨蛋 就是每個人他有自己的能力 做到的事 但是 到了這個 封蘋果之後 那接著會有什麼呢 那就到我們這部分了 那接著封我們怎樣呢 用什麼方法去封我們呢 那這個也不需要去推斷 為什麼呢 現在是不需要用 任何的常理去估計 這件事發生是怎樣 但是我們是不會 因為有這樣的氣氛 而去講小一點 或者講輕一點 或者不講 你講開的東西 就繼續講下去 就看一下他 用什麼的方法 用什麼招數 用什麼手段 去打壓你 他就跟著會在 這個世界面前 就顯露他真正那個 就是他那個 這個政權的本色 那講到政權的本色 實際上已經顯現了很久了 問題就是 其他的人呢 就 就是聆不聆覺了 那你猜美國人那邊 是否聆覺呢 我想從頭到尾都知道 什麼一回事的 沒有人不知道 只不過是怎樣做 怎麼做 那這個牽涉一個問題 就是如果真的有一個 中國國安部副部長 董經緯去了美國 那怎麼辦呢 那下次回來 我們講少少這件事 那跟著最重要的 其中一件事 今天張先生會繼續 update大家 那個緬甸的情況 是